创业版 徐景深 除去国际上常见的创业版自身风险之外 我国市场特定的发展阶段 也决定了创业版特定的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 面临特殊的股权结构 投资者结构 某些上市公司经营行为不够规范 治理不够规范 部分投资者投资理念不成熟 风险意识相对不强 加之市场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外部环境日益复杂 因此在我国创业版市场推出的过程当中 还将面临一些新风险 专家提醒 投资者应谨慎入市 北京台报道 政法大学学生适施案一审宣判 赴成立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为减少清理积雪开支 莫斯科政府推出无雪计划引发争议 新闻晚高峰直播继续 要追求每一个球都完美精致 装备能接受不完美吗 不厉害 我会随便换球拍吗 不信 你来试试 昨天下午备受关注的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适施案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一中院以故意杀人罪 处23岁的傅成立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去年10月28日晚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四学生傅成立 携刀进入老师程春明 正在备课的教室 将其砍成重伤 后程春明不治身亡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对傅成立进行了精神鉴定 结论为精神正常 傅成立被控制后 称杀死程春明的原因 是程潜规则了自己读研究生的女友 并导致女友与他分手 他自己主动打的120报端 没有离开现场 等待这个 报场把他控制了 而且到案以后 如实共损 这是一个犯的事情 免费人的立场 也不易感 好